好了我们来看一下MTU导致的问题 看一下这个案例的问题场景 客户端浏览某些共享目录的时候会死机 浏览其他的目录就不会 共享目录啊还是一样的 客户端去访问文件服务器 去访问文件服务器的时候 浏览某些目录的时候 就会突然死机 这个我遇到过 不知道你们在访问共享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 发现某些文件夹直接访问的时候 他就死机了 就程序就挂了 然后其他的目录就不会 可能会这样的一个倾向 来来看一下 我们看 当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数据包的时候 能不能被中间传递的设备继续分辨 取决于他携带了一个DF位 DF位我给大家演示过吧 Pin的时候 DF位之一的时候 这个包应该是不会被分片的 如果携带了 对吧 就不会被分片 如果没有携带就会被分片 OK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Pin包 简单的Pin 然后后面去给DF位设备之一 那么也是可以来制定他说不能被分片的 这样一个特点 对吧 看一下 如何通过测试来判断中间的最小的MTU 看啊 不停的修改MTU的Pin 直到Pin不通为止 就是最小的MTU 通过Pin来探测网络当中最小的MTU 完全可以通过这个Pin加size 看到没 这个要知道几个参数啊 -L 后面跟的是字节 -F 是吧 -F -N 代表啥意思啊 -F什么意思啊 DF位 -F -了以后就说明 它是 它是这个DF位之一 能听到吗 -F是强 DF位 在Windows里面 之一是-F -N是拼几个包 拼一个包 -N是拼一个包 然后这个-L 是后面更大小 如果你这样拼 拼出去不同 说明网络当中的MTU 如果是1400 它不同 说明网络当中的MTU 应该是小于1400的 你解决了吗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种不停的探测 去了解到网络当中最小的MTU 大概是多少 不停的改变这个size 直到拼不通为止 拼不通就说明 那就是网络当中最小的MTU了 听到了 OK 那么这个MTU 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服务器端抓取数据包 发现服务器一直在重传 却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推测 如果是Firewall阻止出现丢包 但三次握手就不可能通过 如果是网络拥塞导致的丢包 一段时间之内应该会恢复窗口 此时可以大胆的推测是MTU问题导致的丢包 可以通过前面的ping来测试判断 如果是MTU的问题 修改发送方 修改发送方的MTU就能解决问题 这边列了一个思路啊 很麻烦 因为也没有包 这个案例当中是没有包的 我来想一下啊 看客户端到服务器之间 问题现象就是 浏览某些共享目录的时候 它会死机 对不对 浏览其他的目录这不会 这不会 OK 然后我们抓包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服务器端抓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服务器端有很多很多的重传 我们在服务器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重传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抓包之后 我们来进行分析 分析的思路是这样子 如果是中间有防火箱过滤TCP的话 那么 他们连三次握手应该都建不起来 更不要提后面的重传 听到了吗 所以如果是中间防火箱过滤了TCP的三次握手什么的 那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假设应该是不成立的 所以应该没有防火箱做相应的过滤 所以说这是后面这第一句话 所以如果有防火箱过滤 那连三次握手都不可能通过了 那怎么还有那么多重传呢 对不对 OK 那如果是拥塞导致的 如果是网络拥塞导致的 我们说过拥塞它会等 等什么 等你的窗口恢复 它说又可以发了 对不对 所以通过抓包你会发现 它是一直在重传 一直在重传 它的这个窗口好像恢复 恢复都没有 好像一直都没有恢复 听到这意思吗 OK 所以也排除可能是网络拥塞导致的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的所有的重传 你可以大胆去推测 应该是MTO导致的 那这里再想想 MTO为什么会导致说 某些共享目录是可以访问 某些是不可以访问的 好 我们很多共享的文件夹 我们很多共享文件夹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发出来 我访问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头数据很大 然后某些文件夹里头数据比较小 明白我意思吗 然后共享目录当中 这些文件夹 可能对这些文件 DF位强制制一了 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我们在访问大文件夹的时候 如果DF位没有强制制一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访问的 因为它可以通过IP层把它切片 但是如果通过某些共享文件的软件 某些共享的软件 是可以做DF位制一的 DF位制一之后 这些大的文件 在传递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被切片 就会就会死机 人家听到这意思吗 OK 不要说这些应用不可能出现 是绝对有可能出现的 某些应用在运行的时候 它这个共享应用 它对某些大的文件夹 或者它对所有的文件数据 它的DF位都是制一的 那么我在访问大文件夹的时候 它就直接死掉 我访问小文件夹 它就可以访问 你解释了这意思吗 你本身出现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很奇葩的问题 为什么说有些文件可以访问 有些文件不可以访问呢 对不对 OK 这么奇葩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大胆的去假设 肯定是你的这个共享末路软件 对所有的文件的DF位制一了 DF位制一以后 我通过PC去访问小文件夹 没有任何问题 去访问大的文件夹 就访问不了 因为它不分片嘛 听懂了吗 OK 就死机了 理解吗 然后通过抓包也看得很清楚 服务器一直在给你的PC发重传 一直在发重传 一直在发重传 明白吗 然后没有一个时间段 说这个重传 这个重传在传送成功的 就访问大的 始终是不成功的 说明它应该不是拥塞 拥塞的话 它会等一段时间 它的窗口就会上来 上来以后 它就继续发数据了 听懂的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大胆的假设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 首先要查两个地方 先查文件服务器上 文件服务器的软件 有没有做DF相关的设置 那你解释是吧 文件服务器上 有没有做DF相关的设置 第二个要查的是 你网络的MTU 是不是 某些地方的MTU 做的太小了 我们要把网络的MTU 调成标准的1500 调成标准的1500 OK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可能是MTU导致的一个共享目录的问题 部分的目录可以访问 然后有些目录不能访问 本身就是一个奇葩的问题 听懂的意思吧 OK